今天有感恩本土音乐家感想人所领导的参访乐书 在23号的报道就要来结合到文响舞团 各有大地儿童合唱团 和魔法列车的Remi首尔团 各有M.O.C互动科技表演团来演出台湾民谣竟然在乘 以德馆表演的模式来称赞到有着感人的台湾中途寡邀 由简上人担得田园乐府乐团1983年来生日 当年台湾演出是对大拿点出发 你来看一世年 来看英雄年 先后在Biangis中心推出台湾民谣花再开音乐会 台湾儿童歌唱剧这当日要吵架 今年是再推出台湾民谣经典在线 我们在这一天也会有台南的大地艺术儿童艺术合唱团 也有三立电视台的Loremi首尔团 还有我们在地的文响舞蹈团一起来表演 很棒 很精彩 希望大家不要错过 今年音乐会特色包括台湾民谣新风华 台湾民谣花再开 今儿歌谣代代传定式的单元 中一新的音乐美学观 应用国座音乐理论和基卡 中心演艺的台湾民谣 中民谣的却谣 组合成为各个环境 真正丰富的角色 台湾民谣经典在线 演出行丝风富 得到简上人情组主持演唱机会 各有声乐家江宜君 名歌手范广慧 声乐新秀朱玉生 和梦君陈妙元二重唱丁丁 正在这三合一包两点 在明镜表演给是中心丁丁 谢谢孔雀和明镜兄 彩虹不得 inventory 请